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咱们这学期的媒体伦理法规课实际上是讲的两个部分 媒体伦理 媒体法规这两个部分 但是咱们限于时间课时所限 我这学期可能把四分之三的课时都用来讲伦理部分了 法规部分涉及的东西很少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除了有课时方面的原因之外 因为我感觉法学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个专业 我本身 我在西安德国际大学是人家叫非 我来之后发现我有一个标签叫非语言类的老师 我连语言都不会了 我不语言我是什么 如果说我在西北征法大学我就叫非法的老师 这个更重要 因为法学是一个专业 当然大家对物语业绝不意味地说 农理学不是专业 也绝不意味道德不是专业 但是咱们这个国家就说往往是最没有什么的人喜欢讲什么 没有道德的人喜欢讲道德 但是所以说道德我还敢讲一讲 有关法规的东西其实我很少敢讲 所以说建议此我今天特别请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博老师 今天红博老师讲的言论自由与法治这个部分 就把我们这门课所需要讲的一笔说涉及到媒体审判 与司法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关系等等 这个问题这一章里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明额要的介绍 好 下面大家再一次热烈的感谢 谢谢王田敬老师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作为当老师的我们知道都是靠麦嘴吃饭的 所以说言论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 每次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 其实我的心情都是特别的激动 这个激动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西安外国语大学 有很多的静男靓女让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当老师你知道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往往会观察底下在座的学生的一个反应 当我从学生的寒心默默的眼神当中 看到对我所讲的内容非常的理解的时候 你知道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它是一个最大的安慰 当然其次呢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 我能够找到我的一个成就感和自尊感 那就是我比你们的王天敬老师要长得帅 他不在吗 今天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 虽然说今天天气非常的烟热 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这个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 我认为是一个春寒要俏的一个季节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讲言论自由与法治的关系 我认为是身逢其时非常的时机非常的恰当 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一个关系 我们往往把这三种关系给它割裂了 认为比如说大家在评判香港社会的时候 就认为香港它是一个有自由有法治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它没有民主之类的 但是我认为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其实是并不割裂的 因为所谓的一个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 它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体现 民主并不是简单的说少数服从多数 是一个多数诀 光靠选举投票的那一个环节就实现了 同样法治也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完全的刚性维稳的一个秩序状态 如果一个法治的内部 它没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支撑 如果一个法治它并不能实现人的检犯和自由 那么这种法治它就不叫真正的水治 它叫刀治 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法治有一个经典的定义 他说法治不仅说是制定出来的法律 要获得一体的服从 而且制定出来的法律本身 应该是制定的非常良好的法律 那就是它是一个善法 那如果离开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的一个保障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治 它是残缺不全的 我记得我也是在西安外汇大学上次点评别的老师 王小英老师的讲座的时候 我也专门提到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 我们人有四大基本的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你会发现在四大自由里面 言论自由是一个根本的自由 而且它是摆在了最前面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一直对言论自由非常的一个关注 再加上最近就是前因阵 我们知道据说中央某一个文件 曾经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一个斗争 说到在高校教师我们有七部讲 这个七部讲里面其中提到了 新闻自由好像是不能讲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如果一个新闻学院的人都不能讲新闻自由 那干脆就把新闻学院取消算了 就像这个七部讲里面 他提到法学院 我们不能讲司法独立 不能讲公民权利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学 整个一个学科 其实是没有任何存在的一个价值的 那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不是讲新闻自由 我讲言论自由 其实言论自由当然是包含了 这个新闻自由 在讲之前我想先举一个小的一个故事 来说一说 在2008年 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西藏314的事件 314事件 它是涉及到一个民族问题 我待会儿要讲言论自由与社会禁忌的时候要讲 314事件发生以后 到了512地震之前 我在西北政法大学做了一次讲座 我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 我收集了很多的关于西藏那一段历史 各方面的资料 然后就西藏的这样一个 它与这个中央从元朝 从清朝整个关系做了一个疏离 这个讲座当时获得了很大的欢迎 但是也有很多的学生心里面肯定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试图对这样的一种民族关系的一个历史和现状 予以同情的一个理解 当我做了这番讲座以后 隔了两天 既说在一些论坛上 西北政法的有一些学生 就在网上公然地就指责我 成功过这个人很无耻 既然讲这些问题 后面这样的言论对我来说 我是如沐春风 我觉得非常的正常 但是呢 当时我们学校的假校长 他对我特别地关心 他在新浪的某一个论坛上 看到了学生既然对自己的老师 做如此严厉的一个批判 他就来找到我 他就说 红果啊 这个我看到了这个言论 我觉得对你的生意和民意 影响特别地不好 于是呢 我就通过熟人 给这个论坛的有关方面打了招呼 让他们把这个学生的这个帖子 给他删去了 假校长以为 我会非常激动地感激他 表示一种感恩的一种情怀 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善于感恩的人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我没有顶情 我认为假校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我看来是不妥当的 不符合言论自由的标准 是吧 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社会 我们必须要适应这样的一种生存 我想到呢 有一个著名的明星 他叫范冰冰 范冰冰简称范爷 他曾经说过一个非常彪悍的话 他说你今得起多深的诋毁 就能够享受得起多大的赞美 哎呀 这话让我激动万分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 在言论自由的一个社会里面 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发生在1997年 1997年8月30号 在世界上有一个风华绝败的女子 去世了 香消玉印 这个人叫戴安娜王妃 戴安娜王妃当时在法国 为了逃避这些狗仔队的追踪 然后呢和她喝了酒的司机 在路上狂奔 结果呢在洞里面 在一个高速度的这个山洞里面 结果呢发生了撞车事件 戴安娜就烟消云散 那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 大家在指责到底是什么 造成了戴安娜的一个悲剧 后面我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作者是朱苏利 那时候的朱苏利 我是非常的喜欢 她那时候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 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你我都深深地欠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一体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 她用一种解构的和诗话的一个语言 尝试了戴安娜的悲剧 她在拷问一个问题 戴安娜的悲剧到底是不是这些狗仔队 这些传媒和言论自由所造成的 她后面进行了一个分析 她说也许不是 她死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司机喝酒醉的 比如说他们或者有别的一些 就是驾驶方面 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当然 但是传媒肯定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她这样的一个悲剧的一个背后 是什么 我们如何适应这样的一种言论自由的 一种社会里面的生存状态 无论是我们每一个个体 还是我们的所谓的官方 还是我们的政治 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戴安娜 她的出名 她能够有她的各种世界影响性的一个成就 实际上她和媒体之间 我们可以说用阴谋论的一个说法 她有一种合谋 当她出名的时候 她要搞这些大的慈善的时候 她也在利用这个媒体 但最终 媒体是个双刃界 她也在某种程度上 誓死于媒体的这个手下 但是她的本质原因能怪媒体吗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在农村从小到大 我经历了很多的死亡 这些死亡叫自杀 我们有很多的统计说 中国的自杀率非常高 而自杀率非常高的 最高的是农村的这些妇女 这些妇女是为什么自杀的 就是因为和公公婆婆和她的丈夫吵架 就一两句话伤了她的内心 她内心很脆弱 然后就吃农药 就自杀了 我们可以说那是远远比戴安拉更早的 言论自由所导致的一个悲剧 但是我们今天再仔细想 这是言论自由所导致的吧 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反思 人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自由 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一个悲剧相比 它能够付出多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环境之下 我们又能够真正能够获得多大的一个 深层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拓展 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言论自由 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政治自由的一个层面 所讨论的 换言之言论自由 它必须是在一个公共领域 和公共传媒的一个角度来展开 所以说当一个人一旦进入这样的一个公共生活 他就必须面临不同的声音 那这种不同的声音整体上 它是一个社会 一个具体的个人健康的一个 或者是幸福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要素 离开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 就像罗斯福所说的一样 我们就也许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 社会也不可能成其为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想它对个人的重要性 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今天必须要探讨言论自由 它的一个领域和它为什么重要 在美国尤其是在西方 尤其是在美国 其实在言论自由 它的研究领域已经非常的广泛 也非常的精深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今天的美国 他们在研究言论自由 就是他们讨论的对自由的一个触犯 最大的领域就是比如说色情和淫秽物品 而在中国在这个领域 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空间 前因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面 在中国发生了八次 就是媒体曝光出来八次校长 嫖宿或者坚明学生的 女学生的这些事件 于是那就掀起了一波这样的抗议的热潮 那其中有一个抗议是一个行为艺术的抗议 我待会儿要说这个行为艺术也是一个言论自由 有一个著名的性工作者 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他叫叶海燕 他举着一个牌子到那个校长嫖娼的那个学校的门口 说校长开房找我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叶海燕受到了一些攻击 而这些攻击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的攻击是什么 就是叶海燕你是一个鸡婆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个人格贬低意义上的一个提法 换言之 在这个领域 当你给他定义为某种身份的时候 他的人格 他的名义 他的隐私权 都得不到基本的一个保障 对吧 当我们说你是鸡婆或者你是校长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座的迪玛同志 他就会说你们全家都是校长 你才是校长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 每一个词它在背后 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基本的一个评价 那因此我们在探讨什么是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言论自由的领域非常多 包括政治领域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转一个帖子 是不是就会受到诽谤或者煽动 这样的一种处罚 比如说我们当表达不同的一个意见的时候 当你向别人表达你的一个信仰 等一种看法和自由的时候 是不是被人认为你违反了政教合一 你是不是试图对别人实施蒙着思想的专制 等等诸如此类 这样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实际上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言论自由在我看来它分为各种各样的一种层面 它需要考虑一些普世性的东西 就是自由本身它是一个基本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个追求 但是同时它需要考虑时间地点和场所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色情领域的一个言论自由一样 在西方尽管我们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 它对于从事性工作的人 它没有多大的一个人格上的一个贬低和侮辱 但是它也不是说你想干什么都能干什么 比如说它的场合 你不能在公开的公共的场合 你要在一些固定的地方 比如说你不得在街上拉客 但是你可以在固定的地方开一个营业执照 你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色情表演 还有你看这些黄碟或者生产黄碟 也需要有个实力的场所 在2003年 其实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个案 在我看来也是和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 就是陕北发生的延安黄碟案 这个延安黄碟案发生以后 我们的一个论战的一个目标就是 这两个在延安的一个城郊结合地带 看黄碟的夫妇 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公共的一个场所 还是在自己的家庭的私人空间来干这样的事情 就是空间的不同会影响到 我们对言论自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评价 因此我们必须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 对自由进行一个评判 我的整体看法是 自由本身它不需要多么的深刻的道理 就是每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 都需要有言说的一种冲动 但是自由的实践 它一定是复杂的 也许比如说一个在自由社会 在美国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社会 他生活得很好的人 但是也许他回到中国这片非常复杂 非常奇怪的一片土壤 他可能对质疑自由的敌解 会有很大的一个偏差 他会从头来学习什么叫做自由 台湾有一个艺人 他叫伊能静 我特别欣赏这个艺人 他是在一个自由社会成长起来的 也是在今年年初的南中事件发生以后 他因为发表了一些资言的声音 也受到了终于体会到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言论自由的一种可贵 我觉得那样的一种尝试 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言论自由 它是一种身体的一个实践 不仅仅是口号层面的 你必须要砸入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土壤当中 你才能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 我现在先要对言论自由进行一个辩护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 但是是一久迷心的一个问题 整体上对言论自由的一个辩护 它有分三个层面的一个观念的辩护 第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真理自由观 的辩护理由 就是言论自由是为了追求某种真理 叫做真理自由观 第二种辩护是民主自由观 就是自由与民主有内在的观念 所以我们需要自由 第三个是伦理自由观 自由它代表了人的一种存在本身 人的人格 人不是动物 只要是人 生就一张嘴 它就必须说话 必须表达自己的思想 所以说言论自由 它整体上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思想自由 第二个是表达自由 从思想自由的一个层面 就是你怎么去思考 我们说思考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你会发现在言论自由的领域 如果没有表达自由 你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真正开展 你会处处对自己受限 这个表达自由当然分很多的一个层面 最严格的表达自由 当然是在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层面 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自由 是否要经过预先的一种审查机制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宪法的问题 所以说当我们对言论自由进行一个辩护的时候 你必须要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开展 第一个层面 真理自由观 上学期我在西北政法组织一个读书会 专门读了一本书 叫密尔的论自由 其实密尔的论自由里面 他对言论自由的一个辩护 基本上是真理自由观的一个辩护 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就是因为我们更有利于发现真理 他给出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你被压制的这些思想或者意见 有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说你自己是一贯正确 当你压制别人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不喜欢听批判的声音 你可能就把正确的意见就打压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利于发现真理 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认为即使你所压制的意见 他就是错误的 你也不应该去压制他 为什么 三个自信 什么叫理论自信 什么叫做道路自信 什么叫做制度自信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 他一定是开放的胸怀 欢迎不同声音的 如果一个真理 他不能经过谬误的冲击 谬误的批判 不能在和谬误的交战的过程当中 证明自己是真理 他就不配称之为真理 所以言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 他就认为 我们就是要大胆地接受 各种错误观念的一个挑战 否则你这个真理 就缺乏理性的依据和基础 这是密尔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他认为真理不能能为信条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 有各种个性展示的一个社会当中 如果你压制到真理 实际上我压制到言论 实际上你是把某一种单位的生活方式 作为你的教条 不利于一种多样化的一种生存方式 就不利于社会培养一种理性和责任的精神 这是密尔的真理观 但是实际上言论自由的真理观 最大的一个辩护 是在美国 美国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法学家 他叫霍姆斯 霍姆斯一生在最高法院 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反对者 我们知道最高法院那样的判决机制是 九个老人 九个大法官 他们就每一个案件都要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做出一个最终的判决 但是少数意见都会写到判决书里面去 那霍姆斯一生当中 他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但是他是伟大的永远的反对者 他的很多的真知灼见 都是在这样的判决书里面的少数意见里面出现的 那霍姆斯在有关言论自由的这个 一份判决书里面 他表明了言论自由的一个最大的理由 就是检验真理 他说什么叫做检验真理 时间是最可靠的标准 换言之 在言论自由的一个领域 我们需要形成一个思想的市场 每一个人的言论就像在这个市场上 贡献出来的每一个商品 你的商品的好坏 要靠时间 要靠这些卖者 要靠这些读者 去选择 去接受 所以说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市场的一个交流当中 真理才不会受到阻碍 才不会有垄断的一个嫌疑 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自由探索当中 发现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那霍姆斯的这种观点 当然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通过市场的检验 不一定能够发现真理 就像市场 商品市场是不完善的一样 我们说商品市场也可能有一些市场被扭欺的一个结果 也可能有假冒伪劣的这个产品 但是 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发现真理 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的竞争和交流本身的过程 是无比重要的 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真理观 第一个辩护 我提供了密尔顿理由和霍姆斯顿理由 关于言论自由的辩护 第二个辩护是民主的自由观 就是认为 言论自由 它不在乎能不能发现真理 而只在乎这个言论本身 政府是没有权力去压制 去评判的 政府代表了谁 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 2007年陕西 曾经发生了一个华南虎事件 这个华南虎事件发生后 最终的结果皆是 恰好是政府在参与作假 政府在说假话 政府并不能代表 很懂得这样的一个真理 因此当我们说各个州 各个政府都无权禁止 人们的一个思想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那么人民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此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担心 完全是不必要的 就是它会有损于社会稳定之内 为什么 因为只有自由本身才能使一个人 变得理性成熟和有判断力 在政府和人民之间 到底谁来做出判断 谁都有风险 你彻底地交给政府也有风险 彻底交给人民也有风险 但是我们要衡量自由的代价 交给人民它的风险 比交给政府要远远小得多 因为政府的压制 往往会带来恐惧 恐惧会带来仇恨 仇恨会带来社会的撕裂 因此言论自由的一个原则 它是植根于民主的一个必要性 我是生活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之下的人民 我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哪怕我的声音是错误的 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它能够推进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 这是第二个辩护 第三个辩护 是伦理的辩护 言论自由的真理理论和民主理论 其实它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理论 都认为言论它本身是手段 它能够实现民主或者发现真理的一个目的 但是有很多言论 无关对错 只涉及价值评判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个人表达自己的一种信仰的一种选择 自己的一个言论的一个评判 就是无比之重要的 因此当个人表达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它不需要它是正确的 我才能表达出来 我喜欢所有的理由都是我喜欢 我愿意 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能够通过表达证明自己是一个人 如果缺乏了表达人人自由的一个机会 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就会受到这样的怀疑 这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个三大辩护 你们看所有有关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这些经典著作 其实所有的辩护都不超过这三个层面 我刚才说了很多言论自由是个好东东 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现在要说言论自由 它有什么样的限度 其实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问题 它其实是有它的最大的一个限制的 言论自由是不是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有没有限制 有限制 我现在讲一讲言论自由的限制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与伤害的原则 这是著名的自由的研究者利尔所提出来的 这是一种言论 之所以要禁止它 是因为你表达这个言论 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现在的焦点问题在于什么叫做伤害 当一个人我对你的言论感到厌恶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伤害 比如说我们不喜欢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八十年代初期 我们知道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 在西安曾经就发生有一些人穿着奇装异服 吹着什么爆炸头 喇叭裤 拿着收录机 在公园里面跳disk 或者贴面 然后就被判处死刑 是吧 这样的事情很多 其实在中世纪也有很多 就仅仅是因为他是女性的巫婆 就仅仅因为谣言 这个地方发生了瘟疫 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死礼物的这些运动 你追究起来 对这些礼物他们有多大的理由 其实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厌恶 我不喜欢 我们能不能以不喜欢文体由作为一种伤害 我是异性恋 所以我不喜欢同性恋 我就想把同性恋全部灭了 我是同性恋 所以我不喜欢异性恋 异性恋也干脆灭了 其实这样的思维 大家不要笑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悲剧 非常之多 仅仅是因为他的言论 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个性 与别人不一样 我们就认为我们的生活 就受到了一个挑战 我们就要一除之而后快 因此什么叫做伤害 利而提出到伤害的一个原则 所谓的伤害 他认为是一种直接的 误须推论的一种伤害 比如说他挤到一些例子 身体的损害 强制的积留 金钱的损失 民意的一种损害 毁约等等 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伤害 具体的厌恶 不能算是伤害 这是必要提出的这种原则 那这种原则 实际上不具有太大的可操作性 它还是要根据具体的一种情况 来看待 比如说待会儿我们会讲 这个租赁案当中的一个伤害的问题 我们要具体地分析 就是论事 法律人的思维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和媒体人的思维是一样的 就是就是论事的思维 不要轻易地做一种道德的或者价值观的一种判断 我们现在看就是伤害原则 那与伤害原则有关的第二个限度 言论之后的限度就是所谓的明显而即刻的威胁 就是当你的一种言论 如果能够产生一种明显而即刻的一种威胁 那么你这种言论可能就要受到限制 霍姆斯曾经在他的判决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剧场里面 非常的拥挤 大家正在看电影看戏剧 突然有一个人叫了一声 着火了 引起了大家的踩踏 死了很多人 那他大叫一声剧场里面失火了这样的言论 就是能够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和伤害的一种言论 这就是一种理论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明显而即刻的伤害的原则 并不适合于政治性言论 霍姆斯的这份判决书是在针对一个反对煽动颠覆 反对间谍案的一个案件当中提出来的 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内比 我觉得这个内比表面看来似乎是不适当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个人在纪念里面 当他大叫着火的时候 他引起了这些看戏剧的人的一种恐慌 是这种恐慌导致了一个悲剧的发生 所以说当你的一种颠覆国家政府 或者间谍的这样的一种言论 比如说反对争论制度的这种言论 如果导致整个社会的一种恐慌 因此政府就可以以煽动颠覆的一个理由 判你有罪 所以政府的理由是明显而即可的一个危险 但是后面这样的一种论诞提出来后 经过了很多的一种反驳 美国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些案例 最后这个案例认为 在一个开放思想开放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政府 必然会面临种种固有的一个危险 一个政府应该乐于接受这样的危险的一个挑战 任何鼓吹反对政府的声音 既然只要它不能够带来破绽迷阶的严重的一个暴力 只要我们还有时间进行讨论 揭露这个言论本身的虚假和错误 能够避免罪恶的发生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进行强制 换言之这样的一个论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煽动颠覆政府 没有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政治性言论 它的尺度是非常大的 政治性言论你可以随便的言说 只要不是说完 马上你就会成立了一支上井冈山的部队 推翻了这个政府 那你这个言论基本上就是可以说的 这是第二个我要讲的 这个政治性的一个言论 其实和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民意权有关系 所谓的一个民意权 就是指当你的言论对别人的民意和隐私造成了伤态 那么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承担一个责任 政治性言论 这个言论自由与民意权的关系实际上也要分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民事一半普通人的民意权 普通人的民意权 基本上还是会具体的就事论事的进行追究 但是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一个民意权 它的尺度就比较严格 1964年美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案件 叫纽约时报诉杀利文案件 这我想也是学新闻理论必须淹读的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里面就说了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个消息 对当地的这个警察的这个警长 导致他民意的一个伤害 他后面就控告这些人和纽约时报 最后这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实际上是支持到被告 那么纽约时报诉杀利文案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实际恶意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必须要证明 纽约时报刊登这个新闻 它对你这个官员具有实际恶意 但这种实际恶意的标准基本上是不可能证明的 所以说等于是放宽了对官员的任何批评 所以说你怎么批评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种实际恶意的一种标准 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人与人之间普通人之间 发生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纠纷 还是有质的一个不同 我们怎么去发挥自己的一种批评和建议 比如说在中国曾经发生过方舟子和韩寒的一个争论 这也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首先是一个 韩寒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这种公众人物遭受到的这样的一种怀疑 是否代别的时候 它的边界在哪里 民意前的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与民意前 就是官方的标准 公共人物的标准和普通人的标准 它的严格性要求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要说的是象征性言论 也要受到保护 象征性言论受到保护 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我刚才所说的抗议校长开房 举着一个牌子 这是典型的象征性言论 它表面上不是说话 但它举着牌子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自己思想的一种表达 是吧 象征性言论在西方 在美国最重要的就是焚烧国旗 就是有些人反对越南战争 反对政府的某项政策和决策 于是就焚烧国旗 当他把他的国旗焚烧以后 就受到了追溯 因为国旗是一种象征 国旗象征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统一 你焚烧国旗 你是贬低政府的权威和民意 那么这样的个案非常多 但是后面美国的这些判例 也表明象征性言论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一种处罚 只要这种象征性言论 没有扰难社会治安 比如说由于你在大街上焚烧国旗 引起到这样的恐慌和踩踏 或者烧毁了一些房子 那这时候是一个治安案件 它就不再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案件 你就按照那样的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 象征性言论非常多 在中国也非常多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认识一个公共人物 他叫罗永浩 罗永浩有一次 他和西门子冰箱 发生了一个纠纷 他认为他买的冰箱 西门子冰箱那个门 老是一推又弹开 关不上 他认为这是一个质量的一个瑕疵 于是罗永浩就向西门子冰箱 进行一种维权 经过了多种途径都没有成功 最后他采取了一种 非常彪悍的行动 他就把自己的冰箱 还有几个朋友的冰箱 拉到了西门子冰箱 在驻中国北京的一个总部的门口 然后拿着锤子 就把这个冰箱全部砸烂了 那当时发生了这个砸冰箱事件以后 很多人说他是暴力 罗永浩是暴力 你还是自由主义者 你怎么那么粗暴 但是实际上罗永浩 他是一种震荡地行使自己言论自由的一个体现 他是表达自己的声音 怎么表达的 首先他去砸冰箱的时候 他没有砸别人的冰箱 他砸的是自己买的冰箱 自己家里面的冰箱 其次 他为了砸冰箱 他专门去雇佣了一行清洁工 砸完冰箱以后 没有扰难交通秩序 砸完冰箱以后 把这些废墟全部扫走 而且比砸冰箱之前还扫得干净 有利于环境 那显然他这是一种象征性言论的一个表达 我再挤一个象征性言论的表达 就是扔鞋子 很多的政府领导人都受到这个待遇 小布什也受到待遇 小布什看到很多身手敏捷 一下就散开了 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也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还有一次待遇是著名的左派 司马兰 司马兰有一次在某个大学进行讲座 结果隔得很远 就相当于这个教师站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 就站起来反对司马兰的谬论 他在发表了一番演讲以后 他把准备好的鞋子说 我现在想让你扔一颗鞋子 可以吗 司马兰下方不行不行 结果他就把鞋子扔到了台子上 没有砸到司马兰 这个事件也引起很大争议 我也写到一篇文章在阐述这个问题 就这个学生扔鞋砸司马兰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表达 还是一种暴力 我是支持这个学生的 但是我是言论自由的一个理由 我的理由是 首先 他扔鞋的一个行为 他实际上是不可能对司马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隔得很远 而且提前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警告 对吧 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一个抗议和表达 其次这个学生勇于承担 他行使这种自由的后果 他非常坦然的 昂首挺胸的 被保安带走了 被行政击留 这是什么的精神 这是苏格拉底的精神 是吧 遵守这样的法律 所以我后面要说 言论自由它是有代价的 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仅是你要承受多大的诋毁 你甚至要为了追求言论自由 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你为什么给他带走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的人邪行为 也许对司马兰没有造成伤害 但是你扰乱了整个会场的秩序 是吧 这是可以的 我再举另外一个人邪 就不是言论自由了 记住这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大家都看过一部小说叫白鹿园 白鹿园里面有一个李青年 奋青叫白宁 白宁也是在西安 国民党的一个 当教育部长姓戴的要员 在西安进行讲座 他也想去进行抗议 但是这个理得比较狠 虽然说长得水淋淋的 是吧 他拿了一个大砖头 就对着这个演讲者扔了过去 把他的鼻子就砸塌了 对吧 那这是不是言论自由 这就不叫言论自由 这很显然是一个伤害 法律人一定要追踪这种细微的一个差别 一个边界 什么叫做它的一个边界 对吧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象征性的言论 在今天的中国 这种象征性的言论越来越多 我待会儿讲 包括逻辑的一种抗议 言论自由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权利 就是有没有逻辑的一个权利 对吧 这次校长开放事件当中 有一张照片让人很震撼 甚至内流满面 就是广东中山大学 都爱小明教授 他为了抗议叶海苑 因为声援这些小学生 反对校长开放 被抓的这种行为 他干脆把自己 他六十高龄的一个人理性 把自己的上衣脱了 露出他的乳房 然后说开房找我 拿着一把剪刀 这显然是一个象征性言论的表白 在西方应用这个裸体的权利 去进行各种抗争非常之多 比如说很多的环保主义者 就脱光身子 骑着自行车满城转 表示自己 对于这样的一种 环境保护的一种抗议 那这当然也是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言论 但是他会有一些边界 是吧 你的裸体权利 对什么裸体 你能不能让一个小孩 未成年人也让他裸体 他的法律后果和性质 完全是一样的 这是言论自由 它的象征性言论 其次我还要说到 它也是就叫民喻前 我刚才也说到 言论自由 民喻前面还有一种言论 就是所谓的在西方 叫做好动性语言 或者叫做动出口 我们能不能在表达自己 言论自由的时候 能不能发网络出口 最典型的大家知道 著名的孔庆东 著名的孔三妈 操你妈滚你妈 去你妈的 他就为了表达一种 抗议骂一个记者 那这个言论引起了 很大的一种反对 认为他有为教师职业能力 是不是存在一种 以言暴力 最新发生的这个出口 就是发生在今天新闻里面 所暴露出来的 在北京的一次中学的 这个同学聚会上 一个左派和右派发生了 真的 左派对右派说 你们为什么要提宪政 提宪政就是反党 你对共产党不信 没有信仰 结果呢 这个右派就反驳他 你既然如此的信仰共产主义 为什么把你的妻子 而你们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结果这个左派恼羞成都说 我操你妈的 那这样的一种言论 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不是以言暴力 实际上它是有争论的 我今天讲言论之后 告诉大家 实际上和我们从事 新闻媒体业业一样 没有唯一正确的 永恒的一个单一的答案 要具体的就是论识 是吧 你要看情况 我也经常报出口 我报过两次出口 有一次没有恶意 我请我的导师 后卫方到我的课堂上讲座 最后在点评的时候 我说我在这个学术界 我非常佩服一些人 比如说后卫方老师 比如说韩寒这样的人 我为什么佩服他们 我说因为他们他妈的 真有个性 这是不是出口 当然是出口 我还报道一次 上一次就是据说高校七部讲 不准老师讲言论自由 讲这个司法独立 我说那我作为法律教授 我不能讲司法独立 我讲什么 于是我在微博上写到一条微博 我说脑子偏要讲 看你把我砸地 对吧 我也冻出口 那这是不是说 我就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土包子一个人 是不是 是不是我就不讲 讲究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尊重 你会看同样的一个爆出口 他要分具体的一个情况 要进行分析 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宪法学家 比克尔他曾经说 存在一种语言 不能爆出口 爆出口不仅是 对别人的人格进行侮辱 而且你会使以前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行动发生 或者你在宣扬某种暴力 会败坏一个社会风气 最近的爆出口是发生在 一些右翼人士之间 大家知道 一个叫肉堂僧的 和一个叫北风的 他们关于围绕着是否送饭的一个争论 爆得非常厉害 是吧 那这种争论 我认为非常正常 我们不需要一种声音 是吧 因此呢 后面在美国有一个哈兰大法官 他也针对这个爆出口的一种行为 他说美国是一个人口众多 文化多元的社会 不能假定有人不愿意听到 令人厌恶的这些话语 就去禁止这样的话 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追求真理 传播思想 参与民主 其实言论自由还有重要的一个功效 就是感情鲜血的功效 是吧 我生活在这个环境 我太压抑了 然后呢 我就抱抱出口 鲜血完我就完了 是吧 足球场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这是一种言论自由 他说政府不能压制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言论自由 那因此说到言论自由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言论自由与社会宽容 社会宽容 这是真正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前提 或者结果 就是要实现一个宽容的一个社会 那怎么叫做宽容 这个问题更复杂了 非常的复杂 是吧 就是一个宽容并不说是 哎呀 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 每个人都认为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 我们都去好好先生 我们都不能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一种观点 其实不是的 言论自由 它重要的目的不是说 你不能表达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和判断 而是说你不能强迫别人去接受 我们今天对于这样的东西很敏感 尤其在中国是一个无声论的一个国家 当你看到有人给你宣扬某种宗教的好处 无论是佛教基督教 很多人就敏感地认为 你是不是对我语言这样的一个强迫 思想专注 其实我认为那是对宽容的物件 够分的一个敏感 我们当然需要宽容 我举一个极单的例子 来说这个艰难性 怎么去判断 假如一个家庭 四个人 丈夫妻子 和一个爷爷 一个奶奶 这四个人有不同的信仰 一个人信仰基督教 一个人信仰佛教 一个人信仰伊斯兰教 还有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无声论 然后呢 现在他们生了一个孩子 掌上明珠宝贝 谁都想多抱一下 谁都想把自己的教育观念 传播给这个孩子 现在我要问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你怎么去保持一种宽容 很难 真的很难 也许你说 哎呀我们要言论自由嘛 等小孩长大了 他愿意信什么 他自己去选择 可以 但是问题在于小孩长大到18岁 甚至到入学之前 他还有很多年 你怎么在幼儿园小学期间 去培养他 信哪种东西 你说好吧 宽容吧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就带着孩子 整天到寺庙里面烧香拜佛 你愿意吗 但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 他就带着这个人经常去教会 是吧 带着十字架 你愿意吗 对吧 这是一个冲突 但是我这个地址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地址 但是他说明了一个言论自由与宽容之间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对吧 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宣扬自己的一个 就是一个立场 因此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今天对言论自由的误解 为什么误解 我们我专门看过世界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 里面专门讲的涉及到孩子教育这一块 家长有权利决定孩子接受什么样的信仰 什么样的一个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对吧 你愿意送到教会学校 愿意送到任何学校 这是家长的选择权 并不是一种专制 对吧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 因此言论自由 所谓的一种宽容 它必须表达自己的一种信念 对吧 而不是说是对所有东西不做出一种判断 这实际上是一个祸犀离的一个社会 那是不是会导致撕裂 这个是我们待会要说的 是吧 这是第一个 下面一个就是言论自由与社会竞进 每一个社会它有自己特殊的一个竞进 大家还能记住我最开头 讲座开头我举的一个例子 是吧 这个例子就是我讲的 关于我讲民族问题的一个例子 是吧 就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总是有一些社会经济 你是没办法讨论的 前一阵 在美国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赶中学的赶南修教练 他和这些学生聊天的时候 他说奥巴马的妻子 李歇尔是个大屁股 大猩猩 并且表达了一些反对同性恋的言论 最后呢 这个教练就遭到了停职 和心理这样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处罚 进行敏感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咨询 对吧 那很多人就以这个理由说 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嘛 对吧 但是他们就不理解 其实他的这个言论 不仅说是不是表达 还涉及到了一个 深层次的一些言论的一个禁忌 比如说 种族问题 当他说奥巴马的妇人是个黑猩猩 是个猩猩 实际上是表明 他是个黑人 才有这个猩猩的一种形容 对吧 包括对同性恋 表达一种歧视性言论 他是个非常敏感 甚至是一个政治正确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非常之多 比如说我们的民族问题 我现在有些聪明了 对吧 我以前在课堂上什么都讲 我认为我是一个学者 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些东西你没办法讲 对吧 比如说西藏问题 这个民族的一些台湾问题 对吧 也许你哪怕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 梳理他的这个历史 都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论 你讲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是吧 他就是一个民族情感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问题 前阵刘晓峰著名的一个思想 思想界的起手人物 他发表了一番演讲 他说中国宪政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 是吧 他说毛泽东的评价是两极 一极认为毛泽东就是一个魔鬼 是吧 恶魔在他的治理之下 中国死了几千万几亿人 上亿人 然后呢 国家经济一塌糊涂 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认为 毛泽东就是一个大救星 是一个非常 中国几千年来出的一个 最伟大的一个人物 是吧 实现了我们的一个强国梦 等等 这种问题能不能在课堂上讲 没办法讲 刘晓峰这一点的概括是对的 就是它导致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战 他说的是精神内战 就是一个围绕着某一个人的一个评价 整个社会是撕裂的 谁都说服不了谁 那这种问题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经济 对吧 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它这样的经济越多 说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充满偏见的一个社会 对吧 这是关于言论自由的这个社会经济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 我要讲的整体是一个自由与责任的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今天的一个网络技术的一个发展 极大地拖宽了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空间和边界 但是也涉及到一些如何去控制这样的言论的问题 2002年一个著名的新闻学者叫李希光 他就提出了关于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对吧 那么网络实名制应不应该实施 我也查了很多的这些资料 涉及到自由与责任 很多人说网络实名制其实是个好事情 比如说我参与的任何论坎讨论 我都是实名 不用化名 因为我认为我的言论是经过理性的 我要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一个负责 网络实名 他有时候会是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商标 成为一个标签品牌 别人自动会对不同的言论 有不同的一种信任感 建立不同的一个社会公信 阻止这样的谣言和谎言 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说 网络实名制 它是不是有这些具体的一个好处 而在于我们今天的网络实名制 包括北京市 颁发的那个关于网络上 进行实名管控的一些 法规政策 它实际上是在没有经过 民主参与的基础之上 从一种公权力的一种行为 而这种公权力的一种行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中国的言论自由非常的脆弱 而且我们由于这样的一种网络实名 也发生过很多的一个悲剧 对吧 好像就是甘肃 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一个人 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批评 当地的这些政府 或者公安部门的一些言论 受到了跨省的一个追踪 网络实名 当然还有发生 这个不仅是一个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 还涉及到言论自由 政治言论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重庆 发生了很多的劳动教养案件 这个劳动教养的案件的这些主角 最著名的是个任建宇 也是一个大学生刚毕业的村官才25岁 就因为他在他的微博和QQ里面 转发了别人的一些言论 做了一些随意的一些评价 最后被劳动教养 是吧 而且后面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一个文化山 这个文化山写了几个字 不自由物临死 然后都成为一个法庭上的一个政治 后面当然也受到了很多的批判 说这个太荒唐了 那这样的事件非常之多 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名制 一方面要讲究一个责任 但是一方面 谁来认定 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管制性的规则 自己去实名是可以的 对自己负责 但是当这样的实名制成为一个公共政策 它就变味了 它实际上就是政府在旧言论自由进行的地方 记住 你们要注意当中的微妙的差别 从社会的层面 个人选择的层面 我是主张实名制的 是吧 我们经常会说 在网络辩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正的右派都是实名制 大家光明磊落 反而是那些反宪政的 左派的 他们都不敢实名制 是吧 他们都要化名 就是从个人的选择层面 实名制没一点问题 但是从一个政府的一个制定 言论自由的一种规矩来说 你要实行实名制 这个问题就大了 对吧 这也是我强调言论自由的时候 要说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 所以说言论自由与这个 也是王老师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司法与传媒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言论自由 我说它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 在政治言论领域 对吧 这个政治言论领域 它的言论自由恰好就要促进 成为一个回应型的一个政府 对吧 就是当一个言论自由 我们知道新闻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作为一个第四种权利 对吧 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利 那么这样的一种权利 今天是越来越厉害 确实从客观上讲它挡不住 但是它具体的情况 它和政府之间 如何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这是需要具体的分析 如何成立一个回应型的政府 对吧 我也享受到言论自由的好处 对吧 我在西北政法 我也以前经常善意地批评 学校的一些不公正的一个做法 对吧 我现在发现 最近一两个月以来 西北政法这种官方 他们开始正视这样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他们变得越来越开放 对吧 当我们发生 比如说学生 因为晚上停电 断水 热得不行的这样的一些抗议的时候 微博上一转发 你会发现学校很及时的几个小时 就做出了一个回应 尽管这个回应 你会说还不够 还不够 但是你会发现这是第一步 不要一处而就 促进这样的一个回应型政府 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想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当我们行使这样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如何促使这样的政府 不仅是一个高效 而且它能够做出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决策 对吧 而政府它会分为不同的一个部门 我们先说司法这个部门 司法这个部门的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的关系 每一年我是法学的 我们法理学的这个硕士论文 都有写司法和传媒的关系 大家都会记很多的案件 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透 最重要的 大家都有一个误息 就好像说今天由于民意 不断的一种放大 会影响到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对吧 大家一起就比如在陕西发生的那个案件 要加性案件 说要加性案件这些就是典型的 由于民意影响到了一个司法 诸如此类 对吧 集很多案件 但是我认为民意影响司法 在今天的中国是个伪命题 对吧 今天的中国哪一个案件 真正是靠民意去影响的 没有这回事 对吧 我待会儿马上要讲到 比如说租赁案 这是最典型的 你说民意的力量有多大 一个政府它如果不回应你 它就可以一直不回应下去 对吧 所以说政府如何去正正对待这样的 生命这样的权利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民意和司法之间 如何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中国的司法 由于它的一个导致司法不独立 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我们今天经常说 我们要讲司法权威 要讲司法公正 我前一阵发了一个言 我就说 讲司法权威 讲司法公正没有问题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是司法独立 你没有司法独立 你怎么讲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 不可能 就像一个人 他没有一个人格的一种独立 你怎么说他是一个人 他可以行使别的一个权利 他的主体身份都不存在 你说他要成为一个公正和权威的一个机构和部门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往往是因为这样的东西 我们放大了一个自由 我们害怕自由被难用 每个人都害怕 我也害怕 自由被难用 是吧 很多人说司法独立了 法官拥有更大的权利和自由 是不是司法腐败更厉害 是吧 我说这也是一个伪命题 假想 是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经验的考察 你考察一下司法独立的国家 法官的腐败的状况 和司法不独立的国家 法官腐败的状况 稍微一比较就知道 越是法官腐败 越是法官不负责任 往往就是越是因为司法不独立 而导致司法不独立 就会导致民意的一个反弹 是吧 法官和律师之间和当事之间 形成了一个敌人的一种关系 对立的关系 是吧 我们知道前一阵那个江苏晋江发生了一个个案 就是王全壮一个律师 由于在法庭上 他想拍照片 可能还有录音行为 最后呢 被法官进行司法 居留十天的一个处罚 当然就引起了全国律师的一个抗议 对吧 这个个案它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导致法官和律师之间的一个对立 和对抗 都是职业共同 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司法独立的上市 因为司法独立的上市 法官没有自主权和主动权 他都听命于背后的声音 上面的声音 他根本就不是听从民意的声音 结果呢 就搞得我们的这些历史 他只能通过民意的力量 形成一个压力 所以说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权力博弈的一个空间 尽管从严格的法律的一个层面 也许有一些历史的做法 可能是不妥当的 比如说法庭庭审还没开完 审判还没下达 判结书还没最后的终结 他就把这样的这个言论 法庭上的一些言论情况 就在微博上就发了 那从严格的法条主义来说 它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是你要看言论自由 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语境 是什么样的情况 逼得他们必须通过这样的一个力量 促使一个回应性的一个东西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 我专门探讨了 关于比如说法庭上 允不允许录音度像的一个问题 这其实是在言论自由的国家 都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说我们看美国最高法院 它的审判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审判 它往往是 禁止法庭上进行拍照的 是吧 它新闻报道的时候 都是它法庭上有那种画师 对最高法院的法官进行画像 然后媒体报道师用的 那个画出来的画像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有争议 是不是允许现场拍照 它的理由是什么 可能影响法庭的一个 严肃性和权威性 法庭是应该装严肃目的 你拍照闪光的一动 是吧 大家一走动 要排个好角度 会影响到法庭的一个专注 对吧 为什么不允许庭审这个直播 就是因为庭审直播 有可能使法官成为一种表演 他要一先的排演 他觉得我是直播的 就会引起走过场 但是关于法庭 是否允许镀音录像 其实在今天不是技术层面 不是一个问题的 美国最高法院它很保守 但是今天美国最高法院 它是允许镀音的 每一次审判完 它的这个录音资料 马上就会传到最高法院的网站上去 全程的 但它目前还不允许镀像 但是这些最保守的大法官 也真的已经不允许镀像的一个问题 其实从技术层面 他怕镀像也是因为 比如挂一个机子 会影响到法官的一种专注性 但是今天从技术层面 我们按一个镀像设备 可以完全不影响 庭审的一个严肃性 所以早晚有一天 这也会成为现实 所以言论自由的一个拓展 它会有一些前提的一个条件 是吧 就是知识的条件 技术的条件 是吧 还有人们对于这个司法程序和制度 本身的一种判断 等等有关系 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言论自由 我是在讲这个司法传媒和政府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都要纳入到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来进行一个探讨 什么是言论制 那最后我就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租赁案的一个例子 租赁案的例子 我也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 进行一个回应 我最先关注这个案子 与言论自由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大学教师 在我们国家就是最一流的 最精英的一所大学 清华大学 这些最智商最高的人 这个国家最动凉的一群人 他们出现了这样的事件 让人痛心 是吧 朱定他是清华大学的化学系 物化专业的一个学生 在他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种怪病 当时19年前发生了一个个案 是吧 然后呢他回去治疗一两个月 再回到学校 结果这个病更严重 最后呢被证明是被人投毒 投了一种化学药剂 叫他无色无味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19年过去到今天是一个无头案 但是引起了言论自由的 一个很大的反响 朱定案之所以在19年后的今天 还引起关注 就是因为上海也发生了一个 大学生荼毒的一个案件 黄阳案件 是吧 那这个案件发生后 又引起大家对朱定案的一个关注 而且我觉得这个案件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多月 他都处在舆论的风口当间 我们大家学新闻的都知道 今天的一个新闻事件 保持着一个关注的热度 能够上一周以上都是不得了 对吧 他是一个19年前的一个案件 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直处于关注的一个头条 对吧 所以说我当时出于这样的考虑 是什么导致今天这些大学生 都出现了一种 前里亲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发生这样的事件 然后在关注的过程当中 我才发现其中有一个 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司法的一个公正和公开的一个问题 和我们这边讲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的关系 有密切的一个关联 于是我就写到这样一篇文章 来做出一个回应 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我其中套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认为 我们今天对于朱定案当中的一个学生 就是他的一个室友叫孙维 进行怀疑 其实是一种有罪推进 作为一个社会公众 比如说一个媒体的一个评判 能不能对一个 没有对司法最终认定有罪的人 进行有罪推定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这是引起极大的争论 对吧 但是我的这个文章里面 写到很多大家就知道 我说无罪推定 它是一个司法的原则 是一个对司法的要求 其实对于言论自由 对于人的一种主观心证的一个认定 是并行不备的 但是今天我并不想 对这个案件本身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我想说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生存 对吧 我在演讲的开头 我说了 我们的学校的校长 为了保护我 说把这个贴纸删了 对吧 我也说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要经历不同的声音 你要习惯这种生活 每个人 你不要期待 所有人对你的评价 都是一片光明 你的形象无比的光辉 那是自欺欺人 袁世凯就是因为 这个自欺欺人完蛋 是吧 只听到好声音 是吧 那我是想想 我在西北政法 这么多年 也经常被人污名化和诋毁 是吧 曾经在前两年 包括读书会期间 我知道我们学校 很多的人 劝我们的同事 劝我们的一些同学 不要跟成功过接触 这个人很危险 他在搞政治 是吧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和道德 无名化 我那么纯真无瑕的一个人 怎么去搞政治呢 政治在我看来是非常肮脏的东西 是吧 那于是呢 但是这时候我做了一些解释 是对我最亲近的人解释 但是在今天 你会发现这种无名化越来越少 当然与我持续不断地 所做的事情有关 在一个公共领域 你做的什么事情 早晚都会展现出来 大家会认识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知道你的形式原则和底线是什么 会形成一个公共判断 是吧 所以说罗永豪说 标患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但我意思不是说 你不需要辩论 言论之余是需要辩论的 勇敢地发生你自己的声音 你认为是正确的声音 可以 但是有些时候 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一种 不同的言论 你黯然神伤 我今天想讲的是 言论之余因为 租赁案这个问题 它不仅是涉及到 大家对正义的一种期待 你想短短的三天之内 到美国的白宫的政府网站上 签名的就上十万人 这个民意庞大的一个基数 不可忽视 有些人说这些是个暴力 是吧 但是我今天在讲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如果 我做一个假想 我们今天都认为 可能内心自由新政 说租赁 我代表孙伟 它有最大的嫌疑 因为毕竟当时九十年代 整个北京公安局 他们排查 就公安局最后发布的一个通告 也说了 就是不超过两百人 能够接触到他这种化学药品 化学物品 然后呢 再经过排查 以租赁 或以这个租赁 被害 相关的 能够紧密接触到 他这种化学药品的 不超过十个人 然后再逐渐排查 从这个十个人里面 排去排来 肯定他们宿舍的人 嫌疑最大 然后最后遭到的 最大的嫌疑人 叫孙伟 那于是呢 大部分人是指向 可能是孙伟 那现在也许我们假定 我现在也不说 孙伟是不是真正的凶手 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想假定的是 假如我是孙伟 我会怎么办 你们现在每个人 都可以做一番假定 假如你是孙伟 你会怎么办 是吧 比如说假如我是孙伟 在我的宿舍里面 我的一个室友 有一天被人投毒了 然后呢 我成为了一个重要的 怀疑对象 而且我认为 我是被冤枉的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是不是觉得 像我前面起的 农村妇女 也去自杀 我受到了伤害 然后我说 这是一个民粹 是一个暴力 等等诸如此类的 其实不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就承受 因为你知道 发生在你的宿舍当中 你最亲近的人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 不怀疑你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是他同宿舍的人 不能超越怀疑 不能逃脱怀疑 我当时写《无罪推定》 这个文章的时候 就朱立案的文章的时候 我咱们看了一部 美国的一部电影 就叫《推定无罪》 讲一个检察官 和他妻子的故事 也是发生一个凶杀案 结果这个人 被成为一个最大的嫌疑人 最后呢 受到了很大的嫌疑 当然电影的最后是 结实实上他妻子 才是真正的嫌疑犯 真正的凶手 非常令人吊诡 这是我想说的事 就是我们有时候 言论自由 在很多时候 你就不经意之间 你会卷入 这样的公共事件的中心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当你卷入以后 你会发现 要不然你彻底没有杀人 然后你被人嫌疑是杀人的 当然我说的是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要么你恰好就是真正的凶手 真正凶手不用说了 我就在暗中微笑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凶手 又被人冤枉 你怎么去对待 看待这个事情 我前面说过 言论自由的这个社会 需要有代价 这可能当一个人被冤枉 被言论自由所冤枉 它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代价 没有比这更大的代价 像美国的辛普森 他也是 可能司法认定 他没有杀人 是吧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杀人 美国的公众 有另一套评价标准 根据常识 的一个推论 他可能是凶手 是不是辛普森 从此就没办法活了 没办法活在人世 在朱立案的讨论当中 北京大学一个人 他叫贝志成 是最先他使这个朱立案件 进入公共媒体的一个观众 他的网名叫一毛不拔大师 后面在这个事件当中 方舟子也解读了 方舟子最后说 我认为贝志成的嫌疑性 甚至超过了孙伟 是吧 大家看贝志成 又是怎么处理的 实际上我们看贝志成 也被淹网 是吧 从他自己来说 但是他很坦然 他说可以 我愿意接受 这样的一种起诉 我愿意北京公安局 来进行调查 所以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个层面 就是当你认为 你受到了一种 不公正的一个 言论的一个诋毁的时候 你怎么去寻求 你的一种习道 我们可以说通过 司法的习道 比如说韩寒 是不是可以采取这种习道 挽回自己的名义 是吧 孙伟是不是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习道 去挽回 如果他放弃了 这样的一种习道 他是不是能够 以一种更加坦然的心态 去承受这一切 是吧 人生很多东西 真的没办法逃避 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就在探讨 我们在探讨言论自由 尤其是也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什么叫做 一个真正的一个 正常社会里面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生活 是吧 幸福生活意味着什么 不是说你一生当中 什么意外都不发生 一帆风顺 已养天年 你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这种可能性在每个人意识当中 基本上是没有的 是吧 最重要的一个幸福的原理 是你会随时碰见各种意外的情况 各种天灾人火 就降临在你的头上 然后你去承受 是吧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假如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一个人是不是比在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 他更容易洗清自己的烟气 这种可能性大家可以想过比较没有 我认为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一个人可能被冤枉 被降低人格评价 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种激励 要远远大于一个宽容的社会 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对吧 因为言论自由的社会 它永远给自己的一个自我辩护 提供了一种开放的一个机会和可能 但是在一个专注的社会 这种机会和可能是零是不存在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 尽管孙维也好 韩寒也好 等等人 他们没有在公众平台上 就自己是不是抄袭 进行一个 是不是一个发生 做了同等性质的事情 进行一个公开的正面的一个答复 但是这种机会和可能是开放的 当然你也不要期待 你的一种回应 能够阻止所有不同的声音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今天所有最伟大的这些人 他们在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诋悟 我几个人 一个是华盛顿 华盛顿在今天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是吧 我们对他抬得很高 但是你知道华盛顿当年他当总统的时候是多么的灰头土脸吗 他受到了多大的诋悔 各种人格名誉的诋悔 对吧 另外一个人是马丁杜德金 包括甘地 这些人在私生国层面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一种诋悔 对吧 比如说马丁杜德金 说他的私德方面有很多的瑕疵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甘地 他虽然是很柔弱 但是他对自己的妻子什么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不好 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误解和机会 但他坚持下去 后面历史和时间评价了他是什么样子 再回到刚才我讲的 言论自由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市场的一个平台 通过时间通过这样的一种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交流 把真相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浮现出来 靠别的提到不可能 根据言论自由所创造的一种制度 也不是一脑永逸的完美的制度 任何制度它是一种实验性的制度 包括今天我们认为最完美的所谓的民主的制度 其实它都是带有一种实验性的 而这种实验它就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一种理想 好像我固定了万世开太平 这个制度一定下来永远如此 大家就在这里面生活吧 不可能 那样的社会是一个1984的社会 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一种社会 只要是一个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个性 有各种缺陷 人的认知和理性都有极大的不足的人所构成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和社会 再加上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一个追求 我们就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 只有开放的社会 各种利益才有一种商谈和讨价还价的一种可能 我这些就讲那个宪政经济专门讲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利益追求 但是为什么同样是自私自利的人 有些人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合作的一种制度 有些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在一起 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丛林法则和崩溃 为什么 什么样的社会层更有利于 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实现双赢 是可以的 而言论自由告诉我们 你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捍卫自己的尊严价值和地产的时候 你可以和别人的一种利益追求共存 甚至是共赢 市场制度它就是这种社会 我们要追求利益有很多方式 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你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是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也是一种制度 对吧 我们靠坑蒙拐骗也是一种制度 烧杀强烈也是一种规则 但是靠市场也是一种规则 所以说言论自由最重要 它也是一种规则 它支撑了一个开放的一种制度 一种引起各种实验的一种制度 对吧 我认为我们今天 无论是从事法律的人也好 从事新闻的人也好 就是所有人文社会的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判断就是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并不完善的一个社会里面 正因为它是不完善的 所以我们追求言论自由 去创造一种更美好的一种生活 它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而且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种可能性 对吧 我今天讲这些 我是在为言论自由一方面 我阐述了言论自由的一些正面的价值 也说到言论自由它的一个代价 是吧 但是恰好把这样的一种代价 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 正常的一个判断和权衡 才能够知道我们需要 怎样的生活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迪马老师的一本书 的一个书名 好 我今天正式的讲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然后有些 我今天有些人来说 原创的自由 是现在还有一个自由吗 就对于这种 这种观点 你怎么要来 对好 谢谢 我是非常期待 实际上我今天讲 实际上讲的不长 就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20分钟 就是我希望有更大的时间 和大家进行一个平等的 言论自由的一种尝试和交流 你刚才提的一个问题是 有些学生 当看到我讲言论自由 以法治的时候 就会提出一个质疑 我们中国有言论自由吗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法 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一种看法 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 经常会说有两种自由 一种是消极自由 一种是积极自由 所谓的消极自由 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们不要去侵犯 我们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自由 我们其实对积极自由 有一种误解 我们往往是在法国革命的意义上 讨论这个积极自由的 但是实际上积极自由在今天 尤其是在灯下的中国 是一个最重要的权利 对吧 我曾经说过一个概括叫做 我们今天社会 如果要使它进行正常化 就必须提出一个公式和口号 就是以权力对抗权力 两个权力都是力量能力 power 不是用right对抗power 而是以power对抗power 那很多人说你这个命迹是错误的 这个命迹其实韩韩也提到过 为什么他们说是错误的 他们说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 只有right 没有right就是复数的一个权力 并没有power 是吧 我说其实你们这是狭隘的理解 公民它也有资格 有这样的积极的一种力量 证明你存在的一种力量 只要是在公共领域所展开的各种行动 它一定是积极的 如果你放弃了这样的积极的权力 你的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缩小 对吧 我在读书会期间我当时接受采访过 专门谈罚过这个道路 我说我们的一个言论 不仅是 我当然不仅是 我们的自由的空间 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里面 这个网就像我们掉在空间 有一张大网 我们这一群人都在这个网里面 这个网就是社会的整个边界 如果我们都不争取这个自由 没有人去撞这个墙 撞这个网 那这个网它有弹性 它会越瘦越小 最后把我们窒息 我们每个人都想消极自由 都想去期待 然后呢 当有人去撞这个网的时候 你去撞一下 我去撞一下 也许会谈回来 甚至会谈得很惨 但是撞本身是有价值的 我并不是说 期待每个人都要去付出同等的一种力量 每个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 我在西北地方很多人说 你挺有力量的 你还能够有这种 我说其实我没有力量 我手无夫妻之力 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的政治智慧也不够 我甚至就没有政治智慧 政治智商基本等于零 就靠着一种傻帽的一种精神 傻子的一个精神 就觉得换为一种底线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 你让我连课堂上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那我干什么 我只有辞职 我就不干 那等于是我自己放弃的这种可能性 我自己去减少了我自己的生活的空间 不要怨天怨地怨社会 只能怨自己 是你自己放弃的 你不要怪别人压制 任何社会里面都是这种博弈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我认为不要太消极 当然我是非常理解 我刚才说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 有些人设置这种力量是很偶然的 他就被推到这个网的边了 有些人就永远在中间 网中间 那么我们作为网中 大部分人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壮网的这些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保持沉默 可以保持围观 但是你要有同情的理解 你不要疯言疯言 还说你太激进了 你太激单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好的心态 这其实就是说明你这种生活太单一了 你只想到了你的生活的可能性 你就不知道人家的另外一种生活 实际上也是有价值的生活 你是以你的一种生活的标准 来看待别人的一种自由的生活标准 所以说什么叫做言论之后 我刚才讲言论之后 以社会宽容 什么叫做宽容 宽容是说是 我也许不认为你是正确的 但是我允许你去实验你的正确 是吧 你如果犯错误了 你被撞回来了 你的代价是你自己承担的 是吧 自由以责任的关系 就是每个人敢做敢当 我刚才提到一个扔鞋的大学生 我为什么佩服他敢做敢当像个男人 我扔老鞋 而且我坦然地去接受行政机流的厨房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人格 就是你不要说你也要去撞 不是的 每个人他的一个可能性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要引起这个社会的一个多元化 你也许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但是你对他的一个行为 你表示一个沉默 或者你设置一个边界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宽容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和内涵 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谢谢 他刚才说的是关于象征性 其实你问的问题和第一位女生问的问题 我认为性质是一样的 说象征性言论自由 他认为可能有些表达 他可能接受不了 他是一个比较保守 偏保守的一个人 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更温和 更理性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声音和立场 基本上是这个问题 我想补充回答的是 在今天 实际上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了就是每个人 他实际上都有自身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的行动有自己的出发点 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适合于我自己 是吧 就像我们说有不同的律师 你看每个律师他有不同的辩论风格 有什么行为艺术派 有死磕派的 有什么技术派的之内的 你会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是可以 就对他来说 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杨金柱那个著名的律师 也许他的这种艺术派换一个人 肯定就是完蛋 就干不成 但是你要说谁都是像 另外像田文昌这样的一种辩护方式 也不可能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田文昌那样的机遇和条件 成为田文昌 同样的这个 我们的一种争取自由的行动 也是这样的 每个人他不是可以模仿的 就像我刚才回答这第一位女生的说 就是我今天也做了很多一些事情 就推动言论自由和公民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边界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行动是正确的 不会的 你没有资格说你就是唯一正确的 记住 正确一否 你说了不算 社会言论自由的市场说了不算 大家在有一个公共评价我说的事 但是今天你在推动这样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我认为需要创造力 需要想象力 需要行动力 而这些自己排的人 他是一种创造力 是一种想象力 你想不到 但他就成功了 中国今天就是需要一种想象力 我们不是培养单一的人 最近是毕业季 街上我和一个学生 我发现中国毕业季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穿鞋式服 进行照相 都会露出自己的眉腿 或者摆出各种的造型 然后把这个服装扭气扭来 什么成为教室的服装 什么样的时髦的服装 但是你会发现 看多了 你会发现 其实已经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 大家都去模仿 是吧 你也可以去创造 比如举牌子 你可以不同举牌子 校长开放 我也举牌子 但我觉得 你要发现其中的不同 我举这个牌子和叶海燕 举这个校长开放是不一样的 有哪几个不一样 叶海燕他是个女性 我是个男性 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 是什么 我是高校的教师 是吧 就是我是第一个高校的教师 举着这个牌子 说校长找我不开放的 这个是 它不一样 但是也是模仿 我们不能够脱离 对别人的模仿 进行一个创造 但是你的想象力 是无比重要的 你就想到了 是吧 这个严认自由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很多的边界 包括我们的所谓的 很多的行为艺术 你别人没有想到 你刚才所谓的保守 可能是指他从裸体之类的 其实裸体不是从美国人都有裸体的 你想裸体你也不敢 对吧 我也曾经想在西北政法裸奔一次 我当时那个 我那个事还早 是在06年 就是当时抗议西北政法那个博士楼分房 我认为西北政法违反了承诺 他说要为了引进博士 新修了两个楼 说这是博士楼 但是呢 在分房的时候没有博士的事 是吧 是要论之排备的 结果呢 一排备 所有年轻博士都没有资格去分房 我当时就说 你们再不 有一个回应 我就要裸奔 是吧 当时我是说了这个事 是吧 在当时 但是你会发现我真会把 就是不到那种情况 我绝对是不可能的 是吧 而且我认为我刚才说到 要轻易慎用这个极端的这种说法 其实不是极端 每个人做出某种行动 其实很多时候是深思熟虑的 是吧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极端 他只不过是说和你的不一样而已 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就是极端的东西 记住 是吧 我跟在座的人所有人都不一样 你们任何人跟我也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但是大家可以带一种欣赏的一种姿态 去互相去守望 互相去欣赏 这个事就这样成了 是吧 所以你当然你内心可能有一种评判 可能我内心对大家可能觉得 比如说我说我比王老师帅的时候 肯定大家都有一种自由行政 很多人就嗤之以鼻说 其实我没有他算 这是可以 是吧 它是审美领域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评判 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以这样的一个评判 作为一种阻碍别人做出行动的一个理由 记住真正的一个自由的理念就是 好汉做事好汉的 他爱吃亏 他就吃亏了 比如说在微博的舞台上 我们这段万经大律师也在这 你会发现你经常跟人可能进行一些辩论 可能也会和不同的人发生一些小小的一些冲突 对吧 甚至我们在与人商讨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某些措施不恰当 我们的某个玩笑也许有点过分 也会受到别人的批评 但是那是活该 你应该的 是吧 这就叫做言论自由 我活该 我就活该了 谁叫我是没事找抽行呢 对不对 那与别人没关系啊 这就在你伤害了别人 别人然后在 别人也是用言论自由来反对你的言论自由 这是可以的 只要我不是拿着枪炮 或者我要去约架 就要把你打 把你舌头勾到不让你讲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 好谢谢 下一个 这个东西啊 它是没有一脑 就是没有唯一的一个答案 我刚才说 很多的一种方式 西北政法的学生也是在抗议 但是你想 我想说的一个话就是什么呢 很多事情你说了再说 管他了 图一是口仇之快 你如果有不满 你就大胆地表达出来 而我们以前学生的一个 惯常的一种方式 当然就是 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很委屈 我们就默默地承受 也不敢集体抗议 都害怕承担责任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忍了 不断地忍 中国人最具备一个忍的精神 是吧 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 法律人的一个重要精神 是什么 为权力而斗争 你的权力 你有理由 有权力去争取 我做一个学生 我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享受基本的人道的一个带领 是吧 那么这时候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方式 比如说 当然言论之外也是要记住技术的一个空间 我刚才讲的 他这个技术前提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敢想象 如果换十年前二十年前 我的很多的一种抗争有没有效果 我认为 如果是十年前二十年前 比如说我在西北政法上学期搞那个毒素会被压被打压 换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可能就被灭了 因为我的说话的声音没有气到 我不可能有一个公共平台为我提供这样的一种抗争 是吧 所以我们要感谢微博 感谢这样的网络时代 技术也在拓展这种空间 那我们今天就要充分地地用每一种可能性啊 是吧 今天的学生我们 而且言论之意他会使一个人变成理性 我们不仅是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说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为自己的言说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这个理由无比的重要 是吧 另外一个学生之所以很多的抗争没有效果 就是因为学生有一种恐惧感 老是害怕我枪打出头了 我作为第一个人出来 然后就会受到打压 就会受到报复 我今天再次明确地告诉大家 不要有这种恐惧感 我的经验证明 这种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我举几个我和我的学生的故事 我为西北政法 我也曾经请一些人到西北政法去讲座 受到很多次的打压 第一次的打压 现在这个女生是我的研究生 我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她 被我们的团委的人 宣传部门的人骂得痛哭流体 是吧 忍了 第二次 另外一个学生叫崔英熙 是我的四川老先生一个小伙 他请陈友熙到西北政法讲座 也是受到了宣传部门的人 的臭骂 他当时很委屈 也哭了 但是呢 后面他克服了恐惧 他刚好大死 然后呢 他就 这个事情经历以后 他就对这个事情前因后果 他做了一番细数 要把真相呈现出来 就放到了网上 我当时就 告诉他 我说算了 你还是忍一忍吧 这个事情既然陈友熙已经讲成了 已经没有必要 现在就把这个事件的经过 就放到网上 你不怕别人给你传小学 你快毕业了 结果事实证明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很 我很满足这种错误 美丽的错误 是吧 后面直到毕业 那个人没敢给他参小学 为什么不敢 因为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在后面上学期的读书会 我的一些学生 也是被相关人威胁 说不准参加我的读书会 否则会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结果呢 有些学生是没有来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生 我很感动 他们来了 结果来了 参加完以后 屁事没有 一点事都没有 到今天没有事 是吧 后面我终于知道了 一个人 我刚才说 我反对激进提法 但是我自己的行事准则 我们要阳光 要底线 要坦然 你不要走极端 你不要留下这个把柄 你是一个做正确的事情 你怕什么呢 你是为了一种基本的底线 比如学生 我去一个读书会 我去参加一个讲座 他说不准你去讲座 我就去了 你看他敢把你怎么样 绝对不敢 我听讲座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 没有的 是吧 我申请一个正常的 申请一个学生的一个风扇 或者一个降温的一个权力 你说这个权力 他敢以这种理由来打压你吗 他怎么找都找不到 记住 今天是一个言论自由在 尽管这个言论自由是不稳定的 不可靠的 但是毕竟 从量的一个层面 是越来越多的一个事 是吧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发出声音 但自己发出声音 他听不听 他是不是一个回应型的一个政府 这个你没办法说 也许在有些事件他就回应了 但也许有些事他就装死猪吧 他就永远不回应 也有这种可能性还很大 但是你首先要说啊 你连你的一点行动 你都永远消极等待 等待别人去帮你维护这个自由 维护这个权力 你永远等待不着 不要有搭便车的心态 这不好 是吧 就是你先说出来 先做 而且很多东西想象你和创造 你是在行动当中 萌生出来的 就是你不动手 你永远不知道 你还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个 动争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是吧 你也行 第一阶段你说出来 你会观察他的反应 然后你又会想到另外一种做法 继续继续慢慢的推进 那也许慢慢就成功了 是吧 但是不做永远不可 是吧 好 谢谢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老师们如何看待这个网络时代对于中国权能自由的一个作用 是我的一个问题 谢谢老师 还是我回答 我不是刚才已经回答了吗 网络时代 他问的是网络时代和言论自由的关系 对言论自由的作用 我觉得那整体上肯定是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作用 对吧 没有网络 他网络拓展的这个空间 至少在尤其在微博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空间已经很大 他由于技术的一个依靠 我们可以打很多时间差 比如说一些敏感的重大的事件 突发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可以赶快就发出来 那个传播的一个信息 快速性 是吧 等你在删帖的时候 已经 已经传播开了 更何况由于言论自由的这种训练 甚至是很多的参与这个执法者 他们已经也掌握了一整套的一种策略和技术 对吧 很多事情 你以为这些新浪的这些小秘书 他们是机械的听令医 上面的这些指令吗 其实不是的 你会发现 他们也有他们的判断 他们也在打这个时间差 对吧 所以今天极大的 跟你说这种斗争的经验是怎么来的 也是在大家在这样的一种 长期的微博已经很多年了 对吧 长期的磨练的过程当中 大家已经找到了一整套的一种 对付的一种方法策略 当然对方 可能也会 根据你的一种策略 采取新的管控机制和方式 但是你要相信 管控者 他的一种想象力和行动力 永远 不可能有这些 我们这些争取言论自由的行动者 的可能性更大 对吧 就是 智慧永远是在民间 群众的想象力永远是无穷无尽的 而管控的手段最终是越来越枯竭的 这个你这种自信你是要有的 这种自信是怎么给你的 是言论自由给你的 在这里我想最后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位同学 他叫赵银 实际上是西北政法刚毕业的一个研究生 他也是一个很常勇敢的 有一次好像是因为城管还是什么事情 是吧 城管和商贩之间发生了冲突 赵银他就拿着这个手机就进行拍照 你也得以言论自由的这个网络时代 那对方就害怕了 就要抢他的手机 结果赵银他没看他非常瘦小 他身体非常地飙患 他是踢足球 笑足球队的 是吧 他的身体很健常 就和几个五大三处的这些警察派出所的这些就挣扎 最后给他就拉到警车上 拉到了派出所 最后是打电话给后面一听说是西北政法 打电话给西北政法我们的等委书记 就是院里面的等委书记 给他领回来的 但是后面赵银跟我交流过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他 他也没什么恐惧 就觉得听到我也没做什么错事情 你打我两下其实也不是太疼 是吧 就是然后呢 而且更重要他作为一个经历 人生 我觉得你人生能有这一次经历也挺好的 非常宝贵的一笔材质 说明你曾经为自由而战斗过 好 谢谢 好 我想问就是 虽然有很多话题都是关于言论自由 也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谈论的中学非常多 但是思考的比较少 然后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前两天我们学校有一个 就算我们学姐吧 她就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个 就是说给那个国族约战 然后 什么 国族约战 噢约战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她应该都是一个玩笑话吧 但是底下就很多人在骂她 然后就是底下 非常混乱 然后而且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像Facebook 然后中国天积就不能看 然后我们也说你说 其实说不定是这样也是好的 说你看如果开放了之后 也是一片混战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看现在如果 不说一些政府类的一些民党大学 在别的一些一点点言论的地方 也都看出来是非常混乱的 我觉得就说在要求这个方面 你这个问题我是特别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她的问题是 以西外的一个学生 关于国族1比5输给泰国以后 就要求这个国族和西安外国裔大学的 这个校足球队进行一场比赛 然后呢这个帖子本来是一个 可以说是个行为艺术的一个帖子 玩笑帖 结果下面一片很多的蛮骂 攻击让这位学姐受到了心灵很大的伤害 是吧 然后呢其实你想问的问题的核心在于 也许放开言论自由会导致 一些极端的激进的一种声音 导致人们的一种非理性 先扬某种民粹的一个东西 这是你问的核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 你这个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恰好是得益于这样的言论自由 才能使这样的激进的东西 厌了一手 我刚才讲言论自由的边界的时候 其实我忘了讲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明显而即可的危险 其实有一些言论为什么要禁止 比如说直接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一个言论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网站 叫做什么四月一天网站 四月网站 是一个左派的一个网站 那么它里面列了很多的名单 比如说包括什么200人的这些名单之类的 就认为他们是认为所谓的美奸或者汉奸 当然对于这些人 他说如果今后 对我们上台掌权以后 要对这些人处以疾刑 所以他把每个人的照片 像遗像一样的贴到这个网站上 然后对每个人的脖子上画了一个红叉叉 之前是用一个脚绳 绳子三十年 就有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老虎庙大哥 可能也是很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 是吧 应该是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很显然是一个极端的一种网站 它先让某种仇恨 但是我今天到 我以前倒认为 对这种网站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它封杀 但我今天倒认为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封杀 但我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明显计可危险 就是说你的这种煽动性的一个言论 能不能带来即时的一个结果 如果不是 你煽动完马上就有人听命 就拿着枪就开始 找到这些右派分子 然后就给他递了 那这是肯定你这个言论 直接导致到行为后果要负责 但是如果你的煽动性言论和这个后果之间 还有很大的一个时间和辩论的一个疑地 我认为你封杀这个网站也是没有必要的 他自我遗乐 他心里得到的满足 他就认为他已经把你杀了 那就杀了 是吧 你让他烧起 就像我们以前古代 我们讲这个言论自由 大家看过张艺谋的一部电影 叫大红灯笼高高挂 里面就是围绕一个丈夫 有很多的妻妾成群 是吧 它是苏同的一个小说改编的 那么里面呢 这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些理的 传统的就是诅咒 这个诅咒总共还捏了一个面笔娃娃 然后拿着针去使劲戳 然后那个人受到主动 可能就完蛋了 是吧 这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典型的 实际上他这个性质 就和我们那个总派网站的性质是一样的 要把你的主折 只要他没有掌握为行动 我认为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你就让他去 那么你刚才所说的极丹言论 我认为就是恰好是由于得益言论自由的拖展 以前鸡丹的人可能才会变得更加的底细 你会发现中国人往往是喜欢走两种鸡丹 第一种鸡丹是鸡丹的忍耐 什么叫鸡丹忍耐 我像猪像狗一样的活着 你怎么压制可以 只要你没有让我失去一切 只要给我一口饭吃 我就会感恩戴德 整个心态 奴性的一种人格和心态 一种鸡丹 第二种鸡丹 我忍不可忍了 怎么办 我就给你鱼死网破 给你使劲 要么就自焚 要么就拿几个垫背的 要么就是上山起义 你会发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中间路线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容易走鸡丹 有很多理由 但是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 我们长期缺乏 言论自由生活环境的一种训练 为什么缺乏 就是言论自由 我上微博这么多年 我的一个最大的观察就是 很多人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言论自由 他促使一个人不断的反思 通过别人的批评和不同的意见 不断反思自己 甚至包括一些 非常左的非常极端的人 他今天也在会调整自己的话语策略 甚至司马兰这些人 也许刚开始有言论自由 像孔生之孔庆东这样的人 他很称快地说骂 操你骂 三骂一骂 但是今天发现 如果他的所有言论 他的所有微博 都是充满这些无言会语 他也知道他是没有市场的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他就会搞别的东西 哎呀我也是搞民主的 到六四的时候 他也会贴一贴什么样的东西 表明我当时也参加过之类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言论之后 他会不断地矫正自己 纠偏 他会让以前你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人认识到你不是完全正确的 是吧 我们有很多鼓吹复仇的 鼓吹金国主义的 一些比如说金氏的一些将军 他们也上微博 但是当他发出一种 鼓吹这种仇恨暴力的一些言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底下一片反对 你再看他后面发的微博 他会慢慢地调整 即使他的观念不会改变 但是他也知道 你永远采取那种极丹的 自以为完全正确的声音 意志气势的声音 你永远没有市场 没人听你的了 在言论自由的市场上 最大的悲戒是没人听你说话的 是吧 你一个人自己玩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 通过言论自由的训练 他是公民教育的一种自我训练 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 他自我教育 他成长 他变得理性 深思熟虑 第二 言论自由不可能杜绝 是有一批极丹的人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这些极丹的人他就是主流 他想干啥就想干啥 但是言论自由提供了一种多元的一种环境 他以前只是议员 但是他今天成为了多元当中的议员 这就是最大的差异 以前他一种声音就是一呼百应 今天他一种声音只有几个人 十几个人去响应 就会发现有极丹 所以任何一个自由社会都允许 比如说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 他也有喜欢希特勒的人 也有喜欢这么极限乌托邦的人 可以的 日本也有很多右翼分子 定期的 可以 你自己玩里头去 因为那是你的个人的喜好 有些人他就喜欢这种魔鬼 他就从里面找到了他不能实现的东西 太正常了 但是你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一个伤害和影响 这得益于什么 得益于言论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集体唱一首 集体看几个样板戏 听一种声音 一个人代替了所有人的一个思考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就会发生各种文革悲剧 各种武斗 等等 每个人都是没有朝不夕暴 都没有一个基本的安全感 所以说言论自由 它拖款了每个人的安全 甚至 尤其是我认为 是一个官员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 他会更加的安全 有了言论自由的社会 他现在做事情 他就会谨小胜规了 以前我的小时候我知道的 哎呀 我以前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西北政法吗 我也有一种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就是 我要成为一个像刘志斤一样的当官的大官 是吧 这是我的中国梦 中国人最大的崇拜是权力崇拜 我就抱着这个权力崇拜 我成为了一个学习法律的学生 但是后面我的观念变了 是吧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梦想 但是刘志斤这些为什么他会成为刘志斤 当他落马的时候他追悔莫及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他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没人去监督他 他想干什么事 我小时候看见我们的乡政 一个小的这个派出所所长 就跟其他当时三能摩托之类的 要武扬威 开着一个警车 今天你试一试 谁要开着警车 在到菜市场去买菜 再去干你私事 马上一张照片传到微博上 你看他敢不敢 是吧 其实是对他好 你知道吗 权力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他今天开车 他明天就会干更大的事情 是吧 没人监督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对谁好 每个人他是有保障的 是吧 所以说言论之右所提供的一种元素 他除了一种外在的元素 他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理性的一个元素 是吧 这个理性元素使你懂得互相尊重 你当官的 你再也不能高高在上 你的任何行为 以前大家都不敢 是吧 但是今天都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说我刚才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应这种 自由社会的生存状况 尤其是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政府 你要适应他 这样的适应才有利益 你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成长 有利益 你长寿 简单的说 是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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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遗憾 实际上我对你说 复旦大学这个案 我还真没怎么关注 但是对于媒体审判这个问题 我是有思考的 我也认为媒体审判这样的一种提法 多多少少也是一种扣帽子 扣道德帽子的一种提法 媒体我们知道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提供真相和报道 第二个层面就是提供一种评价 没有不评价的媒体 你报道真相 你对真相的起手 也包含了你的一种评价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两个层面它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层面 真相 没有哪一个媒体 最客观的 最专业化的一个媒体 他敢说他自己掌握到全部的真相 对吧 包括我们今天吃饭 王老 王天津老师也在给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比如说纽约时报 曾经报道的像温家宝家族的这些 那纽约时报 那肯定从专业化的一种评价标准来说 那绝对是一流的一个 是吧 报刊 但是 他在报道真相的时候 在挖掘真相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所以你会发现 没有哪一个报道 它是客观的 全面的 是吧 这是第一个从真相 第二个就必须评价 一个成熟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媒体 他一定要树立某种形象 道德形象 就是价值观的形象 是吧 你是左派媒体或者右派媒体 比如说我们今天媒体的评论板 为什么越来越重视 包括华生报 尤其是今年以来 靠那个评论板 其实为华生报 加了很多的分 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因为他表明了自己的一种 价值标准的判断 所以说我们当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要掌握全面的真相 你才能够进行判断的 不是的 如果你是以那样的一个目标 我要拥有全部真相 我才能够有资格做出评判的话 所有的判断都不可能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相 我以前在法学院上课 我也经常说 法律从来不是为了追求真相 不可能嘛 陪审谈制度 证据制度 比如说咱们写过一个影响 十二陆汉 十二陆汉最后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杀人 他没告诉我们 但他最重要的是一种什么 超越合理怀疑 只要有一种合理的怀疑 表明他不是凶手 那么我们就宁可放过一千 也不可冤枉一个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司法程序制度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理 所以他不是 你要追求真相 不可能 我们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而且人的生活 也是多元的 人不可能一辈子 就澄清在一个案子里面 生活需要开辟 审判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接触过去 开辟未来 所以说媒体这个事情也是这样 每天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媒体它需要一个真时间 真效率 要在第一时间 传达出它的一个立场价值观 它需要专业主义 它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做出一个评价 所以说你说的媒体 未省先判这个问题 它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有的 甚至有无良媒体 有被金钱和第一收买的媒体 它可能就某些事情 它会做出一种舆论的一种引导 炒作 这个各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怎么样使一个媒体 走向一个正常 使它更加的专业主义 更加的有品位 我觉得还是要靠言论自由的一个平台 言论自由提供的平台 就是媒体正常的一个竞争 是吧 不同的媒体的声音 如果你一个 比如说你刚才指的这些媒体 如果它倒是 按你说的 不公正的进行媒体审判 如果它倒是制造假新闻 老是关注一些鸡灵狗碎的事情 慢慢的没人去看它了 我刚才讲那个戴安娜 戴安娜事件 戴安娜事件里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戴安娜 追戴安娜的这些人是狗仔队 什么是狗仔队 在西方 它的媒体是分化的 有一些非常严肃的正规的媒体 是最主流的媒体 还有一些小报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报 这些小报 它就专门去干这种狗仔队的生意 是吧 但这些小报 你说它占据了多大的市场 没有多大的市场 占据不了 所以说媒体怎么去自我进化 怎么去捷径 靠什么 我觉得还是整个要靠言论自由的一种环境 没有缺乏了这个环境 那媒体审判它就会发生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只有一种声音 党报党刊的声音 那也是一种媒体审判呢 怎么不是呢 我们说一时新淡我们要反性政就反性政了 我们一下先锋作乱就能够先锋作乱了 今天可能吗不可能呢 我明天马上会出一篇文章就专门说这次反性政思潮 你再换到几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 不一样党造党判像红旗杂志人民日报 发片文章这个事件就被他定性了 他的审判就是定性了记住 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审判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 我们应该感到最大的忧力 我认为不是媒体审判 而是官方的一种审判 或者就是掌控了意识形态的人话语权的人 他们的一种审判 比如说厦门发生的那个公交汽车公司的这个烧毁事件 在短短的刚烧毁好像才几个小时 或者第二天我们就说已经抓到了这个责任人 叫做陈水总 他就是导致这个危机事件的责任人 这是不是叫做媒体审判 我认为这就是媒体审判 典型的 而且这种媒体审判恰我说不暂停 不可能嘛 你按照正常的一个侦探 检控神器 怎么可能他一定 大家就相信了 很多人 大多数人就相信了 当然没办法 我们也只能相信 姑且认为他是真的 然后在相信他的报道是真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进行评价 是吧 在没有别的声音的情况之下 但是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出了官方的声音 我们引许别的媒体去介入这个世界 去进行公民调查 去提出不同的一个真相 其实我认为那就可以在很大层面上 抵抑官方媒体的一种审判 所以说你即使要拥立媒体审判 也不应该拥立那种 是吧 非官方的媒体 应该拥立这种官方的媒体 是吧 这是我对媒体审判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那由于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推大这种谢谢 好 让大家最后以热点展示 一个服务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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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一种 所有的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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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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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